巫统与土团党在下届大选 能不能够一起合作 成为近期焦点 这一切的决定权都在巫统主席阿末扎西手中 巫统要是与土团分离 投靠的就是反对党西蒙 值得一提的是 阿末扎西与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安华 在周四 两人不约而同的发文告要求国家元首召开国会 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斯里安努亚穆沙 说如今巫统领袖倾向反对党安华的行为 已经十分明显 他说阿末扎西的文告仿佛在抄袭安华的文告 因为两个人发出的文稿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这是另一个证据 显示西蒙已掌控巫统领袖 同时也明显违背了巫统的立场 及不支持安华及行动党 阿末扎西早期签署法定声明支持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准备推翻国盟政府 安努亚穆沙表示 自从巫统主席致韩国家元首表明 支持安华的信函公开后 这是另一项证据 显示巫统领袖已受到安华影响 让人遗憾的是 国政的最高理事会 在24小时前召开会议 重申不会支持公正党和行动党 他批评巫统领袖 如今已不再遵循党的所有决定 一切只为了满足个人议程 他也说 巫统基层及党员遭到领袖的玩弄 基层想要看见政党 团结捍卫马来人的意愿 已渐渐消失 巫统加强 与伊斯兰党合作的努力 也慢慢减弱 巫统正逐步走向安华及行动党 我们已逐渐远离人民的愿景 特别是马来人及穆斯林的期望 安努亚穆沙重申 他将会继续坚持巫统的立场 及不支持安华 也不与行动党合作 他也将会继续捍卫 巫统的角色 致力团结马来人及穆斯林 巫统元老东谷拉沙里 呼吁巫统现在 就立刻和土团党断绝关系 他要求最高理事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立刻拍板拒绝首相穆尤丁 脱离与土团党的关系 根据当今大马的报道 孤里说 首相穆尤丁开始要以 踢除巫统领袖和党员 做出要挟 他诚恳劝告所有 在政府及联邦公司的巫统党员 并指穆尤丁以 要挟踢除他们 还等什么 立刻停下 维护自己和巫统的尊严 他说 无需等到国会解散 才离开国盟 立刻召开巫统 最高理事会会议 修改之前的决定 优优独的尊举